两袖清风的包拯包青天一年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 据记载包拯担任开封府时 在开封府每年的凤露是19200罐 180弹米180弹麦240捆柴货和480捆甘草 当时包拯还兼任了龙图阁直学室的职位也是有凤露的 每年同钱1656罐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 例如零食匹捐34匹 罗粮匹和棉100匹 在当时的宋朝一匹灵等于1600文 一匹捐等于1200文 一匹罗等于4000文 一两棉等于85文 一捆甘草等于19文 大米每蛋400文 麦子每蛋300文 而且在当时像包拯这样的大官朝廷都会给封地 包拯就被分了2000亩土地 而且还不用缴税 如果包拯把这些地租出去的话 一年就能收到2000亩的租金 再加上之前包拯一年的凤露 这么一算 包拯一年的凤露能有234076罐 每一罐就是一两白银 如果说一两白银等于800人民币的话 那么包拯的年收入经过计算 折合下来是18766080元人民币 两袖清风的包拯 一年下来年薪过千万 二十小林 二十小林 究竟过呼便 internacionalets车 词美术 偶像 我就不 realization 导致 这里